同学,大家好,继续我们的团团转项目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主要是一个新浪微博的授权 我们先讲SSO授权登录 后面我们会讲一个OAOS 2.0,Web授权的一个登录 我们介绍的一个步骤,首先看一下新浪微博 建一个应用,下载它的一个SDK 它的文档里会有详细的一个接入说明 然后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它的官方文档上也有一个SSO的一个介绍 这里边有一些错误码,就是我们遇到错误的时候 在这个错误码里边可以看一下它里边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描述信息 好的,首先我们这是微博的一个,注册了一个微博 然后里边我们首先需要创建一个,这是它的一个文档 移动应用 看它的一个移动口端的一个介入,如何来介入 它里面也有文档写的非常的一个详细 它的SDK 这里边也有SDK,资源下载里面有一个SDK 我们可以下载相应的一个SDK 这是我的,这是我下载下来的一个SDK 这里边有它的,这是它的一个文档 到时候我们就按这个文档来进行一个注册 首先我们把这个文档放这,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移动应用 应用,然后创建,创建一个应用 应用的名称 如果这个名称已经注册了,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们叫007iphone,然后创建 操作成功,成功了之后呢 它会有一些,让我们设置一个bundid 看一下我们这个应用的一个bundid 应用的一个bundid 这里边可以叫 gprs2 或者是grop 好 把它夹在这里面 这是appid,这个appid呢 就是我们上转到苹果之后的 这里边的有一个链接 这里边的链接的一个id 这个可以先控制 这里边也进行了一个说明 可以先控制bundid 我们可以先随便写一个 只能是数字 这样我们就写好了 这是一个appk和secret 应用地址 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一些详细的一个说明 这个应用地址可以先不写 介绍 这里有一些天中图片 好,我们就保存 这里 应用地址的一个格式 我们可以先随便写一下 3w.my edu.com 标签 写个b.c 这个随便先选一下 这里边有一些图片呢 实力 我们看一下这个实力 可以先写上 20个字以上 团 好,这样我们就保存成功了 保存成功之后呢 这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应用信息的一个授权的一个设置 iOS 默认的就是这个地址 我们把这个地址加上就可以了 高级信息 收钱的一个引渡页 编辑 好,这样我们基本上就配完了 这是设置bundid 然后这里边的告诉你怎么设置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 进行URLs camera的一个设置 我们来加一下 回到我们的工程里边 工程里边有一个这个 我们可以添加一下 这里 添加一下 然后看标识呢 我们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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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标识呢 就是你程序的一个 规律加上你程序 这里边有一个 这个APK APPK 看一下我们这个 看一下我们这个 看一下我们这个APP 这个 你程序的余签 Dead好了 这个s USCAML 我们就设好了 设好了之后 然后添加工程 然后这个sdk下载下来之后 我已经把我新浪Webord的sdk 添加到工程里面 然后引入相应的静态购物 还要注意有一个设置 Badlink-flags 工程中在编译的时候 在这里一个link 这里面就是添加一下 c 看一下 入销先 这是用oc编译的一个静态库 一个编译选项 这样就是添加我们的一个 需要的一个freemark 这些就是把这些需要的freemark 来如何添加 我已经把它加到这里边来了 添加的时候 同样我们前面也讲过 就从这里边来进行一个添加 把我们需要的一个freemark 添加进来 然后定义的几个长量 就是我们这里用到的几个长量 看我们这里面我已经定义好了 把这个APPK 改一下 然后这个微博的这个重定项呢 这个一定要跟我们刚才在这里授权 这个一致 否则的话会失败 就是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注册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微博登录的一个注册 是在我们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 我们这里做一个限制 就是debug模式的时候 开启调试模式 调试模式 来设置一个微博的一个APPK 几个代理 一定要记得 那这里边记一个实线 Weibo SDK 这里边就是一个 iOS授权授权的一个例子 看到写了几句 我就在 我是在登录的时候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登录的时候 进行了一个 它的一个方法 scope 重定项 然后从哪来的 从哪个页面来的 我们可以写一个logging page 然后其他的信息 我们这里边还可以传一些信息 数组字典 还有一个对象 就发出请求去了 发出请求 请求完了之后 授权完了之后 它会有一个回调 回调呢 是在我们代理里面 这里 这是接收到微博的一个请求 看这里都有详细的说明 收到微博的请求 收到一个来自响应 然后我们主要收到这个处理的响应 如果是授权的话 这里边 assource requestion response 这里边有一个 useid 还有token 就可以把useid 和token拿到 useid 和token之后 我们就可以 assesstoken之后 我们就可以访问用户 在微博上的一个资源了 所以主要是这一部分 现在我们可以运行一下代码 编译的过程中 下面还有我们就可以不去看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文档 对sso的一个介绍 sso呢 就是说接入微博的第三方 通过微博 就是说手机上装的一个微博客户端 它快速完成一个 all else2.0的一个授权 这个授权的优势就在于 不需要重复的输入 这里边输入用户密码更加的安全 目前支持的这些版本 流程 然后直接用手机上安装的一个微博 口端 如果已经登录了 直接用 就不用用户输入用户密码了 直接点授权就可以了 这是对大家可以进行一个 再去详细的看一下 对sso进行一个介绍 这里边有一点看我们哪里 有库没有添加上 这里边有一个库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个什么问题 然后是有一个没有实现 没有这个方法 这个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编译选项 这个库没有加载 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文档里边 这里边看了一下 其实是可能是这里边应该是一个大写的一个O 电击选项 电击选项 是用OC加载 就在编译的时候加载 用OC写的一个进库 否则它里边不会找到这个函数 它这里边也有个问题 这还是小写 这还是大写 其实正确的应该是O 是大写的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我们这里边就没有错误了 我们点一下 login ciner 这个里边 因为我没有安装这个客户端 所以它出来的是一个网页的一个授权 如果安装了微博的一个客户端 并且我已经登录了 它这里边会直接出现一个 它这里边说的一个授权 刚才我们在这里边也已经看到了 它这里边有一个移动应用 如果已经登录了 就会直接出现这个授权的页面 然后我们这里边登录一下 有点卡 有点慢 好 现在的语 好 而这时候如果进行一个关闭 它其实呢 就回来了 调用的哪里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回调 它其实是调用的这里 比如我再来一次 把关闭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其实是没有 是一个 是一个 复义 其实是有一个没有授权的 好 再来一次 然后我输入正确的一个账号 然后 还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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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这样就是 确认 看我是不是要对它进行一个 授权的一个确认 如果我点击确认 这里边呢 这里边呢 就会得到 看我们的一个优则ID 好 这个0 就说明是成功还是失败 0就是成功了 看一下我们的优则ID跟token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接口的一个微博第三方接口的一个调用了 这样我们就授权成功了 这时候其实成功了 我们这里再做一点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登录页面进行一个这里 if userid none 大于0 并且 大于0 然后我们就认为是授权灯成功了 然后我们就把登录页面消灰 然后呢 再把 把 userid 传给服务端 服务端进行一个 服务器接口 服务端接口 服务端接口呢 进行一个保存 我们下次方便我们用这个userid可以继续登录 这个接口呢 我们就不用去管了 然后我们看 cf掉了 我们就把这个登录成功之后 应该是show home page show home page 我们背着 cf掉了 这是库配置 好的 我们再编译一下 再运行啊 登录 好 登录成功了 看我们是不是成功了 好成功之后 这样我们的首页就直接进来了 这里边还可以 大家还可以去做一些优化 就是把这些接口调用到服务端 这个我就不讲了 因为牵着到服务端借口的一个定义 有了这个UZID跟Token之后 有了这个尤其是这个Token 我们下个后面会讲 如果根据这个Token调用 微博接口上我用户的一个头像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个接口 都可以进行调用 我们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授权登录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 这个课程 首先我们是创建应用 在微博里创建一个应用 然后进行一个授权 授权的一个设置 然后下的SDK 按照它的文档进行的接入 这里边有一个SSO的一个介绍 大家这是我在模拟器里 进行一个授权 大家可以在手机上 安装微博的一个客户端 之后大家再运行一下 看看是一个什么的 什么样的效果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